都到了派出所門口 兩方人馬還不斷叫囂 會這麼氣是因為雙方 在大街上起了衝突 二十六日晚間 中和舉光路上 雙載摩托車 突然在路中間停下 一名男子跳下車 拿起安全帽 對著一輛轎車狂轟猛砸 原來當時機車上的 兩個人都喝了酒 林姓男子突然對著後方車輛 嗆聲又砸車 但對方竟然下來了六個人 抄起街西 接著就是一陣狂歐 衝突越飲越烈 也驚動到附近住戶 警方獲報後 立刻派出快打部隊 到現場壓制 但雙方還是繼續吵 繼續罵 被打的兩個人喝醉酒 氣氛難平 而打人的六名男子 矮車被砸也咽不下這口氣 但無論如何 鬥毆就是事實 八個人通通被帶回警局偵訊 騎車的張姓男子 酒測值高達0.25 但他還沒碰到林姓 就因為朋友惹出的爭議 不只酒駕行為 還莫名挨了一陣打 恐怕會感嘆 怎麼會載到這種豬隊友 記者周廷姐 陳昀璇 新北市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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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